说到冬奥会 咱们辽宁可是有不少冬季运动的健将 咱们就说徐梦桃吧 5岁学体操 12岁改练滑雪 现在她可是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主力队员 那徐梦桃即将第四次征战冬奥会 眼下这位辽宁安山的姑娘 正在美国进行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热身赛 为了让她能够安心的备战 昨天省体育局和安山市的相关领导来到了她的家中慰问 咱们也一起来听听徐爸爸徐妈妈 讲述一下女儿的成长故事 一进徐梦桃的家 映入眼帘的是一面荣誉墙 徐梦桃的父亲徐学军 向我们讲起这些奖牌背后的故事 1995年就开始练滴艺 以后就成立一点点得的奖牌方式 像这个奖牌这样的 还有是在这个 这两个这都是世界杯冠军的奖牌 冠亚军的奖牌 多少个冠军奖牌 他冠冠到 世界杯冠军到如今可能是27个了 这么多 世界赛一个冠军 晚上奥运会在索西那是亚军 冬云会冠军 所以他所有冠军却拿到了 就差一个奥运会冠军 所以奥运会冠军拿 他就是零力突破了 就大王冠了 徐学军告诉记者 女儿徐梦桃的冠军梦从未出生就开始了 因为我本身爱好体育 什么我自己当个双杠 我社交举动我都爱好 但是爱好就终于是爱好 就是本身对体育有兴趣 是我有孩子之后 不管男孩女孩 就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已经给孩子又培养个将来 培养个世界冠军 徐梦桃五岁起练习体操 七岁住进体校集体宿舍 进行专业体操训练 到了12岁 徐梦桃身高已经超过1米6 于是家人商量决定 让他改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20岁的徐梦桃拿到第6名 2014年索契冬奥会获得银牌 2018年平昌冬奥会出现失误 这都没能阻止徐梦桃 征战冬奥的梦想 顽强的拼搏精神 永不止步的决心 让这个东北姑娘 总是满面笑容 练这个就是空中技巧 这个项目 就从12岁改了这个项目 到今年32岁了 过的孙节 20年整 所以啥呢 相当不容易孩子 两次腿那个 十日轮断裂 四次大手术 所以啥呢 一般人是承诺不住的 就是来那高处 往下就降落那时候吧 我特有紧张 他就说妈妈 什么事咱得赶品 咱来野生 不是来那个做观众的 咱们一定要当野生的主角 每年春节前后 正是滑雪比赛的高峰期 20年来 徐梦桃从未回家过春节 虽然赛前训练期间 不能联系女儿 但是父母相信 在北京冬奥会上 女儿一定会全力拼搏 为祖国争光 那压力肯定大呀 其实他比谁的压力就多大 你看作为他 作为一个经济体育动员 最后外进门是女子 自由是话语空中低小的 还是零的在咱国家 所以咱国家对这个经贸可能重视 我和他爸也在家 就是那个守候 我们把守候了20多年 我就想过女儿吧 我就希望她就是 圆着心中的梦 玩 第一是为国家争光 作为咱们中国人 一个公民 为国家争光 玩 也为他影响 就是争取更大的荣誉 相信很多人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徐梦桃这次可是在咱们家门口作战的 天时地利人和 肯定会出好成绩 感谢观看